今天我們這一節也有個問題 一會兒我會問 問的時候你們就答 答得最快的那個 你不要介意 相我們就不給你看了 你可以你拍的手 手啊 或者印在紙上也好 你拍相也好 你可以用藝名打給我們的 那我們 就下星期在適當的時候 就講解你的相 掌也是不容易的 我也要小心點 免得別人截圖去看我的掌 但是我是美的掌來的 大家不用看了 不算很美 但是過得去 我們今天是講相 我們講什麼相呢 我們有些明人的相 大家容易一點吸收 這個很重要的 無論你追男人追女都好 或者出來做人處女 我們是講 容易被人欺騙那些賊頭的樣子 或者是女人 容易被人欺騙 例如現在最流行的 李隆基是否被人欺騙 就是你們說的 可白是否被人欺騙 還是可白是欺騙人的 李隆基是欺騙人的那個 還有 哪些是謊話精 最喜歡欺騙人的樣子 那個相 是不是 都有很多特徵 當然 老實講 大家聽完我之後 大家去印證一下可以 身邊的朋友 不過也不要說 嘴唇薄 你這個人的肯定 未必的 有很多東西配合 正所謂 面上有三庭 是不是三庭 上中下庭 其實很多配合 還有人無緣 我們先說完 他喜歡講大話的人 是否一定很心理差呢 他欺騙你什麼 他是欺騙人的 有些人大事也不覺得 是欺騙的 還是怎樣呢 但是我們始終 譬如很簡單 你這個人打算出欺騙一條 你見到一條女兒 嘴唇又短 眼眉又短 嘴唇又短 很笨 很容易 是不是嘴唇短 容易受人影響 嘴唇薄 二次薄弱 嘴唇多兩次 嘴唇你 我真的很想跟你做 我做一次好嗎 一次我一定不跟進去 有些女兒是容易一點 有些女兒是容易一點 那你就成功機會高 或者你是女人 你看到那條男人 嘴唇你 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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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說說 什麼面相最容易被人欺騙 是怎樣 面相最容易被人欺騙 看他説話 説話 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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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話 有時候 說話 嘴唇唇 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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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對 嘴唇 嘴唇 這些是容易被人欺騙的 這些是容易被人欺騙的 口大漏財 他們經常合謊的財罪不能夠 漏財便容易被人欺騙 我看見謝安琪和阿榮 好像拍照時拍照時拍照 他這些是擺姿勢拍照的 真的比較性感 他不是說完話合謊的 如果平時他不是說完話 平時有些人是這樣 這些便是合謊的 這些便是容易被人欺騙的 那誰就是 不是啊 一百毛的專家 Dickson 他就是這樣 這些便是容易被人欺騙的 這些是漏財 漏財還有呢 一筆合口 媽媽經常叫你不要硬腳 為什麼叫你不要硬腳 硬腳就漏財了 人搖就腹薄 樹搖就腹薄 我正在研究中 很容易被人欺騙 對呀 經常被人欺騙的 經常被人欺騙的 男女也是 另外說了幾個點 不要太多 太多都記不到 經常被人欺騙的 還有上唇太過 上唇短 那些 上唇短過下唇那些 上唇短過下唇 我也很薄的 不過上唇不會短過下唇 那些是被人欺騙的 這麼奇怪上唇會短過下唇 有的 那我嘴巴很奇怪 下面這樣 多壞的人都有 多壞的人都有 還有鼻樑低 鼻樑人中短 人中短的那些人特別 我記得了 曹查理說的 人中短的眼眉過得40至離奇 但是人中短 人中短 又是容易被人欺騙 被山根低也是被人欺騙 人中短也很笨 這些人很笨 但被人欺騙就不代表蠢 通常土營人都容易被人欺騙 土營人哪有 土營人我當然不是 那些人的臉是四四方方的 而且 怎麼說呢 總之你看他的臉是四四方方 那些人老老實實的那些 那些就叫土營人 而且你明隔日園是土的人 還有你八字土特別多的人 都特別容易被人欺騙 紫薇裏面有沒有說哪些人被人欺騙 有 我只等他回答 通常是這樣的 如果說的東西被人欺騙 就看泰音、文章和文曲 如果本身天生的本 泰音 很多陰暗的聲 加上文章和文曲 那樣化技 就很容易令到他 會招惹一些 一些比較陰不好的東西 因為泰音 自己都容易被人欺騙 OK 那你們如果這樣 有時候 你們沒有研究 上 有時候你們會說 咦 這個人的命 這麼多土 接著你一看他的樣子 就來到了 他之前給了八字 來到了 又是國籍後面 會不會有那種 就是認的 這個人很認 他很認人 都會有這樣的 容易被人欺騙 我們看看這幾個人 是否容易被人欺騙 有沒有剛才你說的那些 OK 出相 另一個 這個騙人 我們先說一下 剛才容易被人欺騙 他山根不低 鼻樑也不短 那個人中也不短 是不是 尚未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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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他有沒有滑 不是說過剛才幾點 他都說了 他沒有的 他全部都沒有 這不是容易被人欺騙的人 我看他的樣子 他都不能夠靠男人有錢 為什麼 怎樣看 鼻子 女人看鼻子 我們下下 我們看逐個解 這個是不是容易被人欺騙的人 為什麼 只看朝天鼻 就守不了財 剛才你沒有說到朝天鼻 是守不了財 尚未滑 尚未滑 是守不了財 我們看看他 相信不會短過夏淳 是很難的 但是他在山根底 他在山根底 你看他的眼鏡 是凹的 他在山根底 他的臂量是不短的 但是就是凹 還有趙天鼻 還有趙天鼻 這個人 雙從博 但又沒有短過夏淳 我也相信博 他對老婆不好 這個事情 寡情博幸 你覺得他比較欺騙 你不會因為他的時事 他很容易被人欺騙 他不看時事 就算我不認識他 看他的樣子也知道他容易被人欺騙 好的 好 再去 也是的 這麼蠢 下一張 這個 我們先看看基哥 有沒有留意 基哥的鼻子 他的鼻子也挺不錯 但是 他的山根真的低陷 你有沒有看 山根凹陷的意義 這個位置 他的口唇 雖然是靠腿幫我吃 他其實是尚人不見唇 這個關係不關係 當然 也是容易被人欺騙 我叫他們 他 是不是容易被人欺騙呢 三角眼 他是不是容易被人欺騙呢 誰 青霞 我就說他很喜歡欺騙人 先不要說他欺騙人 他不會被人欺騙的 因為我們看 剛才那幾樣東西 沒有看到 他沒有的 但他的眼睛好像還沒到三百 他不是三百 他不是三百 他只是三角眼 是三角眼 這應該也不是容易被人欺騙的 似乎兩個馬路 都容易被人欺騙 都是容易被人欺騙的人 我常常覺得真心喪愛可以不可以 不過可以是他們真心喪愛 他女兒不真心喪愛 都可以 我們先回來 好了 那什麼 我用不容易被人欺騙 我看看自己 你當然不容易 我身體又不算低下 有誰欺騙到你呢 不是 我要看 很難說的 誰欺騙到你 我都應該不容易被人欺騙 但我都不像是欺騙人的樣子 欺騙人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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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說是看錢大了 上順薄下順 應該是上順薄下順 證明這個世界上這大多人 都是看錢比看人 然後呢 再叫做調尼尖 調尼特別尖 我不是 調尼特別尖 那些人說話之後很聽 就容易欺騙人 你先拿著你的來看看 你呀 不要那麼裝蒜 很圓呀 我也圓呀 最圓是我呀 拿起來一二三 拿起來 我也圓 最冷占是Lawrence 握握人 這樣也叫做占嗎 對呀 對比嘛 好 再去 接著 最容易騙人的就是 怎麼說 耳朱 這裡的鼻 嘴巴 這裡的位置 這裡好像有一顆豬垂下來 即是這個位置還是口唇 這個位置啊 這個口唇這個位置 那些是容易騙人的 有顆豬垂下來的那些 我不記得風水上面有個說法 我不記得那個名字叫什麼名字 那些好像有顆豬垂下來的那些 那些不是騙人的人 那些是很濕濕的人 我經常看到那些女人 那些是有顆豬垂下來的 那些是有顆豬垂下來的 那些女人有顆豬垂下來的 那些女人有顆豬垂下來的 但她的口音就很大 你們有沒有研究 女人的上唇是不是代表下臉這樣 沒有人這樣看的 傷害是這樣看的 是呀 男人的鼻子是在今週的 傷害是有這樣說的 但是我看自己的鼻子好像很大 但是我又不是很大的 喏 我的鼻子大不大 就不止別人說我的鼻子大 但我都不覺得自己的品質很大 不正常常 那你五六寸就覺得這樣 其實如果不是有 我們受不受電檢的限制 你們介不介意拿這個狗垂下來的 全是介意的 其實真的沒有所謂 我也是沒有所謂 我到現在有時候跟我兒子在家 真的不會特意的 但是從來忘記拿東西 周嘉賢在家 我家走過去都是這樣 現在也是 好了 他還有什麼騙人的樣子 就是講話 有個很明顯的例子 你看看陳冠希 陳冠希的嘴子 講話的時候他的嘴子歪 他正常拍照沒有問題 但是他講話的時候 他的嘴子歪在一邊 但是他騙到什麼人 他騙到很多人 不是說他騙過什麼人 他騙人拍了那麼多照 不用騙那些女兒自己來 不是說我說 不要這麼說 我覺得 眼神飄忽不定的人 就已經九成九 眼神飄忽不定 就是眼神飄忽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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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就說要望著人家對眼 就是眼神飄忽不定 其實呢 經常說要望著人家對眼 但是其實呢 你一直看著人家對眼 其實也挺沒有禮貌的 所以呢 通常看著人家對眼 一會兒也會看著其他人 但是你不會不看人 有些人是不看人的 那些人是沒有禮貌 而且通常都會有什麼 Water Zhang說我鼻小 你是第一個說我鼻小的人 我以前唸我鼻太大 不過我又不算大精精尚尚尚 即是三庭端正 好了 不過我嘴小 這個是事實 吃不到四方法 辛坦苦 我有點想補充 我個人的經驗 大家要留意一種人 其實是一個組合來的 除了鼻小的鼻小 也不一定是百分之百 但是很多時候都會騙人 如果耳製伸得很低 又很健碩 看上去好像很有肉 這個人也不是窮人 不一定是他沒有錢 他是會很喜歡騙人家的錢 耳製伸得很低 什麼叫低呢 低於眼的水平 好像那個 Anson Lo那些 耳製伸得很低 你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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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說他身很低 他是低的代表 我沒有說他什麼 我不是說他低的代表 好了 加上說話的時候 嘴巴很歪 牙身都很亂 那你就要小心 那個人 那個真是魔界的 有這些人 真的 那麼矮 你屌你老母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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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的樣子 或者看他的品行 可以看得出來他是老千 這是很高階的老千 你騙完你 你還覺得不會 是的 他怎麼會騙我 他是同一個兄弟 他騙我幾千萬 但如果在現實生活裡 我們可以盡量留意一下 如果見到那些人的耳朵很低 那些人 通常就是蜜辱 那我的耳衫呢 正常 不高不低 我們在這裏做這麼多人 都很正常 但如果真的見到那人的耳朵很低 嘴唇很薄 或者加上他的耳朵又低又薄又小 那些 那你就要很小心 這些人除了他那個 那些人的心情不好 他還是很冒 我發過很殘忍 封水豪 他經常眼睛看 因為他看shackroom 給人家的感覺 他好像剛剛那個眼鏡遮住 他還以為他睡覺了 是的 多一點 我得罪人多 你得罪什麼人 個個都說我是老千 Sally TT 全部說我是老千 我都不知道他騙我什麼 首先 不用理人 不用理人 千多個記住 你 證明不到你是 他如果真的覺得你是老千 你是證明不到給他看 你不是老千 特別是玄學 凡真玄學的事情 因為你很難即時會生氣 這個sharee chan 我好像殺他全家 彭牙不齊 吹水不抹嘴 你真的太傷心了 不過不要緊的 你上下心 因為或者 或者是你老友的fans 一定是我老友的fans 他喜歡看就過隔壁台去看 說真的 比如說劉細良 其實如果用他的照片看 其他不用看 他只是眼神不定 你就要知道 剛才解答我剛才一位聽眾 他問到 原文高低乙 有什麼特徵呢 第一 就是父母不好 是 對 這個是等於我們 等於我們 紫微斗數裏面 太陰太陽同工 那個 很可愛 除了父母不好 甚至乎有父母不在 也會有 假設 假設 左耳好像大隻少少 又高些 右耳又低些 又好像人在沒有那麼漂亮 那就是代表 一個可能是父母很疼愛他 即是父母對他的助力大 其實耳朵很有趣 不如我們隨口相 我們沒有做到的 耳朵很有趣 耳朵除了看你個人福壽之外 看耳相 原來你有研究一點 其實很多時候 是看到你的 血緣戶 就是那個組 譬如 我們經常說 看耳朵 對面不見耳 就借問誰他錢 其實我是很接近的 我的耳朵已經是很接近的 是的 這些就是很接近的 但是還沒有去到 不見耳朵 余公義那些 那些就很厲害了 那些是不見耳朵 他真的這樣正面看 我就是不見耳朵 為什麼呢 因為他 謝文財斯先生說 他早上應該是有才 或者什麼 他很明顯 他爸爸是很明顯的 其實我早上也是大 但我爸爸一輩就不是 所以 還是差一點 但是你很奇怪 說什麼 陸親父母 他到了晚年 就是說 你的 受緣 福祿 我也是薄的 又沒有耳朵 但又奇怪 他真的會變 我看錯了 我的朋友 會變大的 看錯了 變長 為什麼呢 是看錯了 人生改變 以前都倒了 然後很勤力上班 很盡心做事 很疼愛家人 慢慢就變了 我們現在暫時都不好 好了 鋒想浩 不要去看那些check room 還經常去看那些check room 好了 我們又看看 有沒有在這裡 剛才我們看完 那個容易被人騙 現在看看這幾個 有沒有騙人的樣子 我們又看看 河馬 很多人都想問一下劉細良 不問 這個是河馬 他有沒有騙人的相 你看他微絲細眼 知道他騙人的相 微絲細眼 是不偷懶的 騙人的 這是你的見解 不是我的見解 歌謠唱坊間這樣唱 微絲細眼 是不偷懶的 這一個 老實說 只是看彼牙 看嘴巴 都騙人的 尤其是我們騙人的相 騙人的相 騙人的相 其實都是那幾個 他又沒有歪嘴 舌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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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還有他怎麼說 看他的樣子 怎麼說 看牙齒 他的牙齊齊 怎麼說 他兩牙齊齊齊 還有漏風的 漏風的人特別容易 特別容易 講話甜 講話甜 就容易騙人 好 下一張 不是應該下兩張 我們看看黃青霞是否騙人的相 當然啦 看到三角眼才喜歡騙人 三角眼是騙人的 三角眼 三角眼是小人眼 三角眼不是騙人的眼 但黃青霞真的挺有趣的 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不算漂亮的 但如果你們認識少少上學 見到那個女生很漂亮 但你們一看 這個女生會這樣 你會不會追求她 真的知道她玩什麼 不會啊 我比較膚淺 我都覺得她的樣子很重要 除了身材之外 即是漂亮就算了 不用理會了 漂亮都什麼的 但如果你想長期發展 除了看樣子之外 最好當然要看她的盤 萬無一失 我都說的 你要看軍我要看法治一樣 即是撿一擠就無所謂 但是你說真的要長期發展 就什麼啦 但是這樣說 譬如你們自己人生之中 那我最後一個問題 我問你兩位師傅 有沒有遇過 你喜歡很喜歡的女生 但跟她一夾 原來你跟她真的不合的感覺 有沒有遇過這樣的情形 我遇過很少女生 不要這樣 你遇到心儀的女生 但偶然找到一個盤 一夾 原來真的不合的感覺 有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 好一點 Lawrence 通常反過來 我覺得很適合 但對方覺得我不適合 是你的盤不適合她 我覺得她不錯 相處久了 你有沒有一個盤跟她做 那時候很小 十幾歲的時候 其實我都很容易喜歡女生 我想理解 如果我真的喜歡一個女生 有頭有感情 但後來發覺那個名款 真的跟自己不合 那是不是就放棄呢 如果現在的我會突破 但是你真的喜歡她 你一喜歡就迷了 我是比較理性的人 假設我 即是廢位劍斬情 即是如果我現在還沒跌 我想找個盤 陪我走下半輩 以這個前提下來說 那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我也不想林老過不了世 那你呢 不要說你 你也不能夠這樣回答 譬如現在有個男人 很喜歡一個女人 譬如你是朋友 不要說客人 譬如李哥 很喜歡這條女 很喜歡 要生要死 但你發覺 不要這樣你不行的 你自己喜歡這條女 是 但你發覺那個盤 跟她是不合不來的 八字跟她是不合的 八字不合的 那你喜歡的時候 是足夠的 很難放棄的 那你會怎樣的 那你會怎樣的 那 看盤 如果硬要在一起 當然是會火星撞地球的 那當然要斷攬 這些 那也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你兩個盤合起來 你預了離婚的 但是有家庭慘案出現 那你還跟她結不結 好幾 但是 Love 是江崎士 各位網友 我們差點忘記了 也要問問題 問了問題之後 答對 一條問題 那你們 我們會通知你們 十三位在外面 當然你可以拍照 你可以這樣放在影響機裡拍照 手機拍照出來 我們就贈送你一個免費的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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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的分析 OK 這條問題很簡單 我 爹的頻道 的龍蝦湯 原價98元 香港製造 現在特價是多少錢 A A A 811 1079 最快的朋友 十三位 恭喜你 你拍照 不要拍照 拍照 手掌 好 休息一會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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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